Do you like horror games? 好,我们接下来玩的这款游戏呢 叫做Real Horror Stories Unlimited Edition 看到这什么鬼 哦,他说你们如果想被吓得非常可怕的话 一定要戴上耳机 而且调到最大的烟量 Real Horror Stories Unlimited Edition 然后点Play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Message 不能点设置就能这样了 New 一看这游戏就是什么谁引擎起 喂 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Real Horror Stories 故事说了黑洞 Minnalauts have been lost here 你现在在门口中的Tera 到那里进去 你准备死亡吗 敢不敢真待人不怕一切 冲啊 哦 这都进到游戏里了 哦原来这个是鼠标点点点的游戏啊 太无聊了 这还能吓到人 你逗我 而且屏幕这么黑什么也看不见是吧 哦点亮了 点几下能可以点亮 看看能干什么 哇 这个大妈怎么回事啊 一个哭泣的大妈 好的刚才走过去一只哭泣的大妈 不知道这个大妈想干什么 一看就没有好事 然后他妈什么也不能点 或者是屏幕太黑什么也看不见 嗯这游戏好无聊啊 哦 啊 怎么出了个妹子 哇终于掉了 啊 喂不要这样一惊一乍的可以吗 起来起来妹子 啊 我操不要这样 本来挺好看的小孩 这个花是怎么点出来的 哦这样点出来的 看来这里是死过人了 啊 操大人的游戏能玩了吗 不知道该干嘛 结果竟被吓了 哇 行的 这一套我已经看够了 啊 啊 操 啊 啊 好爽 玩这个好爽 啊 好的我们进入 进入第二节了 这里面有个哭泣的大妈 还有个翘翘板 不是这是个鞦韆吧 哦 妹子 行了 现在我们只要心里有准备 就没事了 哇 点这个大妈 大妈 阿姨 阿姨 把这个小孩得点出来就可以了 他只要没有那种jumpscare的 这个 关键是你被吓一下 你就习惯了对吗 就不会再被吓了对不对 没有反应 啊 这游戏有没有 好他妈无聊啊 好的 接下来玩的这个游戏呢 叫做7days 一看就听起来就感觉 不是那个7days to die 就是一个独立游戏 7days 看是怎样的呢 走 好了 我们进入了游戏里了 这个界面一看 这个逼格特别高 首先我们把这个化学调的高一点 现在是high fullscreen 新游戏啊 第一次玩 language现在还英课是 应该没有别的language才对 卧槽 这他妈是 这是high吗 这是minecraft一样的集市感 哦 不喜欢这种游戏啊 而且怎么玩啊 怎么回事 我是控制什么的 哎 我现在有一个手 哦 这个手 哦 可以把这个抽屉拉开 还行 啊 there are many ancient books 很多老老旧的书 这块有个面包 不是面包 这是床 I'm not sleepy 但是我刚刚起床 一点也不困啊 不过这个有点黑啊 妈蛋 这么黑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边一看就是厕所 对吧 啊 锁住的 我居然被锁在厕所门外了 这是什么鬼 也是锁住的 看来天堂有路 我走不了 我只能走向地狱了 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 十字脱口 我们先看左再看右 啊 左边居然能走 这边有个钟摆啊 呃 我的小手居然 啊 这边也是很多ancient books 这个钟摆的形状 我就不吐槽了啊 我怕你们刷一些奇怪的画 啊 就不吐槽了 这边有一朵枯萎的花 啊 这个枯萎的花 你们别不理我 那么我看另外一个房间会怎样吗 也是被锁住 它这个标题 7days指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 哦 你看 一般 哎呦 这门怎么冲着我开啊 刚刚看到什么 这边有一坨 这边有一坨盛开的花 你们先不要管 先看这朵微波 这朵微波炉是 啊 这是电视 I can't turn it now 我关不上电视了 啊 不管了 我们可以坐这看吗 怎么做呢 咦 这画风怎么突然变了 哦 虚惊一场 咱刚才是这么来的 因为刚才门把我们挡不住了 所以应该往这边走得对了 喂 不要有地图吗 这个血 机上有一朵E吗 不要这样了 可以吗 我今天就是来跟你钢的 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 哦 SIM 这是SIM还是SIM吗 SIM卡还是SIM啊 SIM是原罪的意思 SIM就是SIM卡 被抓了 啊 我感觉到了血液的流淌 这画面怎么维持啊 难道我是 我是孔雪症吗 我XX在哪里呀 Milu 厨房没有来过 你看有好吃的 看冰箱打不开 这都画了什么画呀 哦 有一个盒子 哦 END 变成SIM呢 居然不是SIM SIM 哦 原来是SIM啊 好了 打开了 什么鬼 哦 现在我们有一个Library的钥匙 这个是Library吗 这个不是Library Is thisLibrary 哦 我们现在可以进到这个房间里了 地上有一趟姨妈 看到我们这个人是厌血症 所以不能碰到这个血液啊 哦 红了 不能碰到血液就可以了 有什么东西吗 这个后边 没有吧 有很多古老的书 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古老 看起来特别happy 哦 没有什么可怕 这一堆书而已啊 一个故弄玄虚啊 他的音乐呢 I found a black key in the shelf 现在有一个黑钥匙了 好的 咱们现在是有一把黑钥匙 它是opaque material 就是不透光的材料做的啊 所以呢 你看 现在我们一面 一面是白 一面是黑 这个黑钥匙呢 是开黑门的了 So easy 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高能啊 这个照片上面 好像画了一个Canderman 这个也不能剪 这房间好白啊 这边有个小笼子 我们这边有个白钥匙 好的 现在我们捡到一个白钥匙啊 是white key So fucking easy 这种气垫不难好吗 最后一个房间啦 一看就是安静的房间 一些东西 似乎是在铺匙的 让你在另一边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有白钥匙 但我们打不开 因为那门在另外一边被堵住了 啊 他居然掉了一页纸给我们看 这是什么纸啊 a note the bag says Sam It's now time here 这还不是杀你的时候 好的 这有结束了吗 我们可以在第二天拿着把钥匙去打那个白色的房间了 看来是 pretty good 然而我们打开物品栏里面肯定有 我的钥匙不见了 那是重复第一天的事情吗 我去你大爷的 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站出来吗 你这样几个意思啊 走都不让我走了 叫又不让我睡 有种站出来啊 Check it out Books and Exchange Sam 里面夹了一把钥匙 捡到了 maybe he's trying to tell me something 现在拿了一个小键 这个键竟然不是开它的 难道是开这个Jower的吗 我都没有拿到一个新的东西叫什么 现在最大的幻想是一种一样的真实 那什么真实 告诉我吧 好吗 好 门已经开了 今天好像和昨天不太一样啊 这个的钥匙 我现在出来了啊 这一 怎么多了个椅子 哦 这边有个大钥匙 你看这是我想要的 自带BGM的钥匙 喂 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吗 妈的 我刚才 我本来想说我好不容易背下来的地图 结果它每一天都不一样 玩个猫 啊 哦 没事 我还以为是个人呢 啊 不行不行 竟然有钥匙可以开这个门了 看来 好的 门开了 啊 这边有个大桌子 大桌子 这边有一朵花 这个花有一台灯 啊 这门又开了 没事 这个钟摆 每一天的摆放都不一样 我他们也是醉了 昨天那个红的到底是什么嘛 这个钟摆居然不理我 大 大吊钟摆 走 走这个门 这门里面肯定有鬼 等一下 又这样的摆设 又这个灶台 哦 他每天的地图都是这样不一样 那东西都是一样的对吧 咦 说好的那个密码所呢 这是我们来的房间吧 哦不对 这地方有电视 咱们刚才没有来过这个房间 诶 啊 卧槽 干什么 今天电视一样是演着可 可爱的片子 啊 你怎么流血了 看到这个鬼地我不远了 就在这附近 我已经感受到的气息了 我又闻到他的声音了 就是 就是怎么不出来叫我呢 这些血还有这个笼子浴池是什么的 哇 这地上怎么这么多血迹 刚才并没有血迹的好吗 好像是在指引着我们走这边 走这边就可以了 就可以看到什么真相了对吧 难道这个他是被花杀死的 妈的 死得太惨 跟着血液来走 刚才并没有血迹的 啊 跟着地上的一地姨妈走 我们不负前进的 在这黑暗的 啊 我刚才是不是幻 幻视了 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这个 这个路怎么这么长啊 怎么维持 刚才没有这么长的路啊 诶 没有了 没有路了吗 这不可能啊 怎么没有路了 而且血迹怎么都不见了 啊 这边没有路了 啊 啊 啊 我操我操我 好 那么 这款游戏呢 叫做 Gentle Moon 啊 这一看就是挺 gentle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哦 又是 Unity 做的 好的 这个叫 Gentle Moon 这个这个是我们的地球 然后别告诉我这个是月亮 哦 这个是月亮 这是太阳 好的 你好 好 我带你去这个游戏 谢谢你 为了游戏 这个游戏 有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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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原因 为了游戏 每个人都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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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给我们最牛逼的 蛇电筒 这就是 Spinny Christmas 啊 啊 啊 只有一个真正的男人 可以玩这个游戏 似乎你现在有三个手 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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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的是三个手 哦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转着的 disco的球 哦 子弹小了一颗 等一下 那个是月亮君吗 我操这游戏什么鬼 要不要这么快乐 这哪里是恐怖游戏啊 不要骗我啊 喂 一点气氛都没有啊 好吗 这是什么 哦 这鸭子没有反应 啊 啊 我操什么鬼 没有 太多了 没有 这游戏是 好的啊 咱们现在看的这款游戏呢 就当做中场休息了 叫做 Scarry Maze 啊 这个叫做恐怖的迷宫啊 这个大家应该能想象到 是什么样的游戏 这个是以 Justin Bieber 为主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吧 好的 现在进来了啊 什么写 Good luck 啊 Save Justin Bieber 要拯救他 他说你要拯救他 你知道你是 Justin Bieber 的那个大粉丝吗 你要证明一下 怎么证明呢 啊 你这个通过 穿过人群来救这个 Justin Bieber adjust your speakers until you can hear Justin's hit song baby 啊你现在要调整你的耳机里面的音量 一定要能听到这首歌为止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点这个 Press Point 就可以完了 大家都能听到了吗 好的 哦 哦 这游戏我大概知道什么尿性啊 我觉得前方可能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为了迎合这个游戏的意思 我们要集中精神 好的 接下来这个游戏叫什么呢 就是 Five Nights at Fuck Boys 2 这个应该是一个午夜熊惊魂的一个克隆版 我们来看这游戏长什么样子 哦 这个只能小屏幕来运行吗 好的 我们又看到这一样的画面又进入到这个游戏里了啊 Grand Open 你又是一个披萨店吗 哦 又是摄像机的视角 你拿个RM来做这个游戏也是挺牛逼的 又是你 你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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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这是什么呢 这个转的是什么东西 认识我孩子 以帮助 不 哦 从来说这还複装 请我第三个血液 不要 但是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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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么作为本次最恐怖的游戏呢 就是这个five nights at shippies 就是一个午夜惊魂的一个克隆版 我们来看看这游戏到底怎样啊 这游戏是从这儿来运行的,是个独立游戏啊,和维静怀还不太一样,因为维静怀它是一个steam上的独立游戏,whatever 这边是graphic quality 呃,不问哪是好的意思啊,我懂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就选这个fantasticas 最好 然后,play 啊,unity,又是unity,OK,whatever,unity is good 等一下 这什么呀 Korgendo 哦,音乐行 不行了 不是,刚才好像看的和这个画面不太一样啊 Five Nights at Shippizuri Go How can I start playing? 哪个键人开始玩? 这边是什么呀? Nachi 看不懂啊,他什么鬼 Pizzaria Pizzaria,Kongamina Tologniko's Necessi 就看到说乌拉乌拉,我们上面可能是看屏幕的啊 哦,这样可以看这些屏幕 就是说,也是一样的这种看屏幕 然后来打着这个鼠标有点飘 哎,这个游戏我们居然低渊称可以走的 Pizzaria 谢谢推荐这个游戏的人啊 这个我们是可以走路的 好了,DPI调低了 这回可以玩了 哦,这边有个索尼克啊 好像是索尼克吧 我不知道,我不太懂卡通的 这种东西就看得少 他讲的是什么 一句题目的我也是最的 看这游戏能做成什么样子吧 五月惊魂是目前玩过最恐怖 啊,what the fuck Pizzaria,Kongamina Tologniko's Necessi 好的,我们再来一次 这是第一页的意思啊 下面那个那个 看到刚才那条路 呃,刚才那条路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们得时刻盯着我们的这个 上面的那个摄像的那个东西 时刻盯着这个 小心不要碰到那些娃娃比较好啊 好了,这游戏不难了 只要知道怎么玩它就不难了,对不对 好的,我知道怎么玩了 我们尽量不要去碰到那些动物们 这些玩具们 我们只要背着走就没事 你们看我给你们表演 我的神草 他妈的 什么声音 没事啊,没事 走过来就没事了 啊,啊,啊 啊 WTF 刷这么多干什么呀 刚才录视频没有看到 看起来是我现在看一下录制 有人给我推荐一款治愈的游戏 那么就做我们本期的收尾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有多么的治愈吧 C'mon快一点 哦 这个链接怎么回事 我们点开了 他说去试试咯 好治愈啊这个 Fuck you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呢也到此结束了 这个系列我希望一直能做下去 我会发现更多好玩的游戏的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好玩的恐怖游戏呢 比较恐怖的 最让你吓人的 请一定要推荐给我 不管是B站私信呢 还是微博私信 那么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请不忘的收藏一下 点一下硬币 或者点一下三把 我很感谢的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